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最近講的主題就是 六十分理論 這個六十分理論 很重要一點就是 吃飽飯以後 我們翻到上面 上面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們也可以稱它是一個道德世界 這樣一個地方實現 人生活的意義 價值 尊嚴 實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和理想 那這樣一個道德世界 它跟下面 人還在謀生活動中 它當然有很多的不同 其中一點就是 到了這邊所謂的自由跟愛 自由的意思就是 每個人可以活出自己 所以就每個人可以活出自己而言 所有人都是平等 那一個人怎麼樣才能夠活出自己呢 前例當然要吃飽飯 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性的要素 就是你的心靈要有自覺 什麼自覺就是 自覺你已經 已經滿足了生活所需了 所以你進入到一個自由的一個領域 那麼你這個知道 只有我願意 我欲人施人至乙 我就能夠活出我自己 就每一個人都可以活出我自己而言 說人平等 那如果一個人不能活出自己 他一定是有某些偏執 或有某一些環境加助於他的壓抑 他沒有辦法一下子超越或者打破 他需要旁人拉他一把 這個旁人對他的拉他一把就是愛 而且這個愛一定是愛之以德 就是一定是能夠指向於幫助他活出自己的 這是一個人的永恆性的需求 所以呢基於自由所有人都平等 基於愛我們把所有人都當人看 這一個地方就有了所謂佛家所謂的 這個無差別性 無分別性 無分別性 落實到生活中就是把一切人當人看 那麼相對於這邊 這個自由跟愛的世界 下面是個有差別的世界 有差別的世界不單是指的 這條一切情虛肉身所有的禀負 所有的活動都是有限的 也表現出啊 這種所謂的有限 落到謀生的城市 真的是 真的是有人吃得好有人吃得不好 聰明的人就更容易吃得好 不夠聰明的人就比較難吃得好 他剛好這個生在帝王家 含著金湯匙出生 運氣好就吃得好 他不幸生在貧民窟 你再聰明都吃不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不免有差別 所以人就為了要生存力爭尚有 去希望能夠在那個相對有利的位置 讓他能夠活得更好 那麼這一個地方競爭是難免的 所以為了一個盡可能的歷史的機會軍黨 說明要運用 已經達到上面的時候的愛的理想 回過頭來 為這個世界立法 這個讓人民都得稅所生 所以孟子的仁政 也是要從政經界開始 也是要從養生送死無憾來入手 還是要來解決這個領域 那解決這個領域的問題就是 讓他從叢林 這個完全就是鬥爭 那麼能夠進入到一個集體安全體制 那還是要靠已經翻到上面來的人 回過頭來悲憫眾生這樣才行 所以在這裡 人頂多只能夠有財性的自我實現 是不是 在那個相對有差別的這些條件中 以爭取更好的條件 那這些呢得到的一種成就 其實就是頂多就是財性的自我實現 翻到這邊才有德性的自我實現 如果不能翻到這裡 你還是不免以你的財性上面 比別人更優越的條件 有時候那個條件並不是你自己有的條件 也就是社會 你剛好站在一個有利的一個位置上面 是你獲得這些有利條件 比如說你會在都市 台灣能夠考取台青搭的 台青交的 大部分集中在十幾個高中 當然最近有什麼繁星計劃 最近發動登了這個台大 這個統計下來 它那種清頻的 進到台大的比例是所有學生都最低 也就是說進台大其實是要靠運氣 靠運氣就是你生來就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中 你才能夠上台大 是不是 那這些都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不平所造成的 那如果沒有這個六十分線 就翻上去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那這個你所謂的這個一個極樂的 或者說是烏托邦 事上面都只是一個濃濃的理念 落實下來 依然有那種各種條件的歧視 那麼中國的學問從孔子開始 非常清楚地發現這個界線 因此對於上面這個自由與愛 真正眾生平等的世界 應該說是這個理念上是最清晰的 那相對的我們說西方那個馬斯洛的那個 沒有這根線就不清楚 就不清楚 到了上面被尊敬自我實現 都依然有條件的比較 依然是才性的自我實現而已 好為什麼說這些呢 就是上禮拜六清晨 就是歐洲的禮拜五晚上 巴黎的那個恐怖攻擊 這個死傷非常慘重 那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要從一個最宏觀的角度來看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應該說是整個的廣義的西方文化 他們的整個的性質就是對地的競爭 而且相信要在競爭乃至於鬥爭中 才會有進步 所以這個美術冷戰結束了以後 這個美國人就會有一種沒有敵人的恐慌 又要找尋新的敵人 這個杭廷頓就設定了一個宗教文化的對抗 就設定了兩個假想 第一就是伊斯蘭教跟伊斯蘭文化跟中國 儒教文化 這個他不了解儒家基本上是不跟人鬥爭的 以和為貴 但是呢 那伊斯蘭的這個跟基督教的鬥爭是很尖銳很清楚 這時候我們看看 基督教跟伊斯蘭教還不是同出一緣呢 基督宗教裡面的天主教 基督教 東正教 那再連到猶太教 伊斯蘭教 不都是同出一緣嗎 為什麼會對立鬥爭到這麼嚴重 基督教跟伊斯蘭教的仇恨 恩怨已經超過一千年 十四軍東正 還有伊斯蘭這個歷史上面最強盛的 鄂圖曼帝國 這個當年也曾經把基督徒殺了 把他們的孩子裸來訓練成聖戰士 再去殺基督徒 也很狠 可是十四軍東正殺那個伊斯蘭的信徒 也很慘 也很慘 那麼這些恩怨這樣累積下來 好 到今天我們看到 好吧 伊斯蘭教 那都是伊斯蘭教 什葉派跟遜尼派 也是互相相殺 遜尼派依然是在 十葉派的清真室以後放炸彈 也炸死很多人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整個的文化性格 就是分的不是合 一切的分 分割分割切割切割 而不是融合融合融合 所以這樣就是 他們是用那種有限的概念來自我定義 那都在這個領域 用有限的概念來自我定義 好 那我們這個中國儒家的 我們不是用概念操作 我們是用道 道不是個概念 這個天下有道 不是某一個國家獲得控制權 好 這個分析的分割的理念 就是某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有它的疆域 就有它封閉的一個自我世界 它就有這個世界一定的控制權 好 所以政治的概念就是 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中 掌握到它的控制權 那當然它會擴充 那手段一定就是鬥爭 這個佔有 控制 征服 那這樣它的權力就會更大 但是天下有道不是個鬥爭概念 天下不是個政治概念 政治是屬於某個統治者的 國 天下不是屬於誰的 天下是屬於天下人的天下 它是個文化概念 那就是說在這裡就是所謂的道德世界 這裡頭一個世界也會叫人文世界 就是天下 就是天下 那麼在這種分割的基本概念之下呢 這個人就沒有辦法把所有人都當人看 一視同仁 那當然落實下來 中國人也有分來分去的 不是沒有 可是我們就整個大格局上來看 這個中華民族依然是大體上相對的 比較是愛好合理 所以同一個疆域 在中國就是一個國 其實是天下 在歐洲就70個國 因為它是政治的概念 就會分成70個國 這個文化的概念是個天下 所以就政治來講呢 它都很鬆動 這個我們以前也有很多國啊 也有這個春秋戰國啊 戰國氣雄有很多國啊 也有這個三國啊 也有五十六國啊 那這些許多國之間呢 其實那個政治控制是蠻順的 但以前的政治控制的基礎 也許也比較不精密 比如說寒墨三國的時候 人過個江就到了對方啊 很多人一會兒在這邊當官 不爽啊 渡個江就到對面去當官 是吧 從東吳投奔到朝衛 朝衛投奔到東吳都會有啊 並不禁絕人民來往的 在那個孟子的時代還說 哪裡行人陣 人民就會搶父 就抱著孩子背著那個嬰兒 就投奔到你再來啦 聽說你行人陣啊 沒有什麼用政治阻止的 那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理念 那麼西方啊 近代這種文化的這種切割 其實一個根本的一個問題就在於 並沒有認真把一切人都當人堪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恐攻也是西方人自己造的孽 自己造的孽 這個為什麼法國那麼嚴重 因為法國是歐洲國家裡面 這個伊斯蘭教徒最多 最多 那這個跟他在二戰前的殖民 在非洲的殖民當然也有關係 這個在這個阿吉利亞 大概也有關係 那我就想 這個如果你沒有認真的把人當人看 你原來為了自己的自私 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 但是後來就會成為你的負擔 美國人從非洲 乳了黑人來當奴隸 他很自然就跟美國身分落骨 到後來就成為美國的包袱 為什麼黑人會成為美國的包袱 並不是黑人是赤頂 先天是一個赤頂民族 而是事實上面 美國雖然對於種族歧視 在法律上面是規定的很嚴的 也不能隨便罵人家黑衣鬼 可是這麼嚴的規定 正反應歧視事實上是存在的 如果根本沒有歧視 就不需要這些法律的規定 所以黑人他事實上面就是 各種的機會什麼就是少了 就是來了一大劫 所以只能聚居在比較邊緣 比較貧窮的地區 共產黑人的相對剝削感 這些苦悶使得他容易犯罪 使得他容易滋生事端 最後就成為一個包袱 那你當初把他裸來當黑奴 你沒有把他當人看 就會這樣 這個法國殖民阿吉利亞 阿吉利亞雖然獨立了後來 可是自然這個過程中 只有許多阿吉利亞留在法國 那麼所有的這些殖民阿 你原來是你自己的利益 最後都成為你的包袱 是因為你事實上沒有把人真的當黑奴 那在這個後殖民的時代 也有一些這個其實差不多的 那就是最近跨國勞工 你經濟發展了 你本國的國民 不想做那種辛苦的危險的 骯髒的工作 於是就輸入勞工 還是欺負人設落後地區吧 那這些勞工來了以後 也一定會漸漸有人坐在這邊 喊家落股 除非你真的把人當人看 否則這些人也就是會成為邊緣 會繼續在一些落後的貧窮的地方 因為出現了貧民苦 這個這次的恐工我們看到 這個新的這個恐工 他的令人頭痛的就是 他並不是由阿拉伯世界派來的恐怖分 他就是你本國人 雖然那個血統不一定是法國高爐的 阿基亞裔的 這個還是法國裔的 或者說是阿拉伯裔的 但是美國裔的 甚至是土生部長的 所以他不是外面來就是你自己 尤其那些曾經這個跑去參加IS 然後回國的 更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那為什麼這些人會這樣呢 就是他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面 他國籍所在 也有美國法國 他長期感受到沒有被公平的對待 也累積了他的怨恨 相對的剝削感 尤其是現在那個科技發達以後 這個越來越機器取代的人員 失業率 不用說經濟不經濟 那都會需要的人 人力會越來越少 所以失業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苦悶 那這次我們看到 就是說 這個到投奔IS 為他作戰的各國的人 人數比例最高的 就是比利時 彼此也不過更 還沒有台灣人多 好像說一千幾百萬 跑去投奔IS 為他作戰只有五百萬 只有五百萬 比例上來講是最高的 就是我看到報道說 為什麼呢 原因只有一個是窮 窮 具體在比利時的那個 就是落後的貧窮的社區 那因為申根公約 他們可以自由通行 上一次就是恐怖悶就在 在比利時買了槍 坐火車到法國做案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你整個文化的精神是對立的 是切割的 是沒有真正人道上面意識同的 當然西方也講人權 講人道 那我常有時候覺得有點荒謬 像我看到一個也是法國製的一個片子 叫做蓬城千萬里 就是講那些候鳥 南北 這樣子 這個順著氣候來變遷飛 他也提到 真的能夠飛到這個目的地 當然很少 中途有很多的危險 中焉之一就是被人獵上 這個都會在那邊為那些鳥請命 好像是真的是很仁慈 這個愛及於禽獸 但是你沒想到 這個誰在獵上破壞大家 也不就是你們歐美人嗎 西方人 通常是這樣 這個做了很多的這個孽 造了很多孽以後呢 事後有個悲憫性 這其實有它的矛盾 比如說前一陣子那個難民潮 一個小孩的屍體在那個沙山趴著 哇 這個感動多少人 但是你沒想 怎麼會造成這些難民 先做成這個樣子以後呢 就在一些知識結業上面 抒發它的那種人性的悲憫 卻不管這整個的事情是怎麼造成的 所以這邊就是顯示出 這個人性中間的一些矛盾 這個矛盾堂就是因為 人生觀 價值觀 文化理念不夠周全 那麼它順著這樣的一些文化價值觀 它會走向於分裂 鬥爭 殺戮 但是人都是人 就是有引動人的那種同情悲憫 可是相對於以整體來看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覺得荒謬 所以對於恐攻的這種事件 我那人看到我兒子就說好慘喔 兒子冷冷的說 那是因為我們的報導 跟著西方是報導阿易 有沒有報導美國的無人飛機 濫炸濫殺 人數比巴黎死得很多不知道多少 那個不悲慘嗎 可是我們都不報導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 但是有誰是誰非啊 已經算不清楚了 超過一千年的恩怨 仇恨 這個會恐怖攻擊 也是因為就是弱勢的人最後的手段 那你西方向來的強勢 這個原因是從十字軍東征 這個俄圖曼帝國 那中英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 為什麼要在火藥庫裡面建國呢 靜英就是九一事件 引動了美國那個反恐成為核心的這個 這個議題 這個我們物理看話 我們只看到片段的現象 好 對這些知識節節啊 我們不想去談 我們坦白說也沒有足夠的資訊跟能力去談 那我們只談到一個最宏觀的就是 你整個的文化價值觀 是不是真正的震盪 其實事關重要 所以我們不得不說孔子的了不起 他在2500年前 身邊99%年幾的人都還困於衣食 會一直奔忙的時候 他就看到所有人 是法犯以後的終極的需求 預先為這個世界呢 發出他的難度 就有六十分以下一個世界 是不是 好 那麼在這裡 這個端正了人的人生觀價之外 那就是在這邊難免有很多的差異 有很多的區隔 有很多的難免的一種競爭 甚至鬥爭 生存競爭或難免 好 可是當我們慢慢慢慢去把它 我們要展開一個這樣的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裡頭才能夠人者愛人 才能夠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 才能夠真正有一個大和諧 那不管這個世界什麼時候能夠實現 那個是一個假議題 重要的是這是一個理想 這是一個方向 好 我們朝這個方向 那就可以以自己為中心 在身邊撐出一個小小的空間 並不是說全世界能到的這個地方 沒有這回事 意義都是因時因地各有不同 是不是 幾起伏伏 但重要就是我們有這個理想 我們有這個方向的時候 就從自己做起嘛 身邊就會形成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道德世界 人魂世界 那台灣的一些文化巷弄中的文化風景 常常被人扁譽為小確幸 其實不要小看這些小確幸 這樣說是不恰當的 而是仁吃飽飯的就是他的身邊 他營造一方美麗的風景 這個為什麼不好 這個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都從這裡看到真正的溫柔 看到真正的人性人文 這個都不是政府政客在一邊去說的 而是默默的就是有什麼許多的人 那麼這個中間尤其我滿欣賞敬佩的這些泡茶的人 茶人們很多都是很熱心 不求報仇 還出錢出力 有時候有一些政府利用他們的熱心 請他們來為什麼外賓表演什麼 他們很樂意其實都被利用過去 他們也不察覺 這個以這個作為一個代表 或者是作為一個樣板 表示說台灣有些民間的人文之物 那這也是我們真正的這個中華文化 帶到台灣來這個孕育出來的 跟那些政客講的一些 構成所謂的藍玉統獨什麼仇眾這些都無關 好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人文教法 好 我們因為巴黎的孔公 剛好配合了我們這個正在講這個六十分的 這樣一個視線 好 這個視線裡面我們也說到 有人不謹守這根線 明明吃飽飯了 事贏至於道了 又還原用六十分以下的那種方式 就是不免於競爭 鬥爭 不能外向外追求 事實上就把這個六十分先放上定 也許平等八十分 九十分 於是構成的一個世界呢 就是一個虛妄的世界 黑暗的世界 在這個虛妄 黑暗的世界裡頭 那個動力就不是自由的愛 在這個世界裡頭的動力 是一個虛妄的動力 叫做什麼 這個慾 就是慾望世界 好 那我們以前也有說了 這個慾望很多 大家只來講這個三大類 第一個這個物慾 這個物慾 當然也可以轉說為金錢的慾 因為金錢可以買到所有的物 分別來說是各種物慾 其中一來講就是金錢的慾望 第二個就是權力慾 就是控制慾 占有慾 徵那個主導權 就是權力慾 就是權跟權 第三個就是情慾 其實情慾最優勝 最中和 情慾中都包含了物慾跟權力慾 小小的男人和情人都在那邊爭主導權 寄出各種的法寶 通常男人寄出來的就是拳頭 威權 那女人寄出來的就是 撒嬌所奈 哭 鬧 唠叨 用言語 用柔性的辦法 在爭 兩人關係中的主導權 所以她也有權力欲 只是這個物慾情慾 那個物慾主要就是 女人中的主導權以後呢 她可以用她的身體 給男 男方 交換男方 幫她去賺全世界的資源 女方就用相對比較優勢的金錢權力 跟女方分享 交換她的青春美貌幸福 這兩者都是慾 身體也都是物 身體也是物 各種的生活享受的資源也是物 互相都是用 都有這種物的交換 可是誰能夠負責的少 而交換得了更多呢 就看誰更有權力 更有支配權 所以形成了彼此的主導權的鬥爭 而所有這些呢 所有都集中在性上面 在性上面 性成為一個男女鬥爭的戰場 坐在這個床上面呢 競爭上 誰征服了誰 誰主控了誰 這個 我在前兩天 在我家的一個電影會裡面 看了一部西班牙 名導布牛爾的一部電影 叫做特利斯塔納 特利斯塔納是一個電影中女主角的名字 由法國第一美女凱瑟琳丹尼弗作演 這個布牛爾最喜歡探討人性中在黑暗裡 尤其是性的陰暗 我不是說嗎 愛是健康的人格 這個要通出去的動力 性是一個受傷壓抑扭曲的人格 要把他的壓抑苦悶的能量去宣洩的外道 就是性 所以性很容易走向陰暗炎 這個上一次我們欣賞過布牛爾的最後一部電影 叫做《朦朧的慾望》 就是說一個上流的一個男人 愛上一個到他來的女工 女人 所以我想要去染指 被那個女人那種女人的伎倆 就是數互萬變 欲情互重 吊文畏孔 鄧科爾麥把這個男的索得暈頭轉向 你有看到女人的那種厲害 還特別用兩個演員演一個角色 為什麼用兩個演員呢 一說是那個原來主演的就是卡洛波棍 也是不明美女 當時候第一部電影 好像跟布牛爾的比喻換角其實可能不是 因為我看就是女人本來多變 所以用兩個演員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當男人把女人當慾望對象的時候 根本分不清楚在長了 這個人跟他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 就是慾望的對象而發洩性欲的對象 你哪有真的愛他 那這一部布牛爾的特歷斯塔納 更是說明了女人 根本她成為慾望的對象的時候 她是怎麼成為慾望的對象 整個的傳統的這個文化造成男尊女卑 造成女性的這個不能人格不能獨立 必須要依靠男人來獲得她生存的支持跟安全的保護 所以現在女性的極度的自卑 那極度自卑她怎麼樣才能夠獲得男人的物資源的支應跟安全的保障呢 她做一個手段就是性的誘惑 性的誘惑成為女人的最重要的工具 於是男人是被性所吸引 當然男人也有男人那些鬥爭的創傷什麼 藉這個來抒發她的那種自尊心在權力鬥爭中的創傷 可是女人成為慾望的對象根本就成為這個陰暗生命的本身 她就從沒引動 男人只是被生命的陰暗的欲 欲求所吸引 女人就是那個陰暗欲求的本身 所以呢 她在那部電影裡面 她用了這個 比如她看那個配角一個啞巴小孩 第一次見面就給她一個評估 就是性的象徵 這個啞巴男孩一直都受到她的誘惑 後來她得了重病解枝 那男孩在她二樓拿個石頭把她的窗敲破 她出來在陽台上 那個啞巴就 結果 凱聖正義傅就把上衣揭開 露出她的胸給她看 然後臉上有得意的微笑 這表示女人就認同她的性誘惑 為她的自己 用這個來 這個獲得男人的追求跟迷罪 當她被追求的時候 她是被支配的 而等到她結婚以後 她就成為家庭中的支配者 她就是欲望 黑洞 殘缺 死亡的象徵 所以最後呢 最後呢 那個迷上她的貴族 當然也不是什麼好人 因為這個女孩的媽媽死了 把她託付給這個貴族 她以她父親的這個地位 卻把她當上太太 把她禁錄在家 導致她的恨 一方面恨 一方面要依靠她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她逐漸取得下一個主導權 她這個老男人 這個逐漸身體弱的時候 半夜病發 發病 然後打電話找醫生的時候 她中了打其實沒有打 結果看她這邊心臟病發就死了 這個很恐怖 男人只是被黑暗的慾望所吸引 女人就是黑暗的慾望本身 她成為慾望的對象 那就是 她就是黑暗的本身 這個女孩曾經一度也很恨 因為很矛盾 她的人格中的正面 會很討厭 很恨 所以遇到一個年輕的畫家 跟她跑了 可是那個畫家一再 跟她求犯的落後打印 原因有二 第一 這個男的這個畫家 雖然愛她 並沒有愛的能力 不知道怎麼樣給予她生命的答案 所以她也不可信 第二 在這個女孩得了重病以後呢 她要走回到這個老頭的身邊 她跟著那個畫家跑的時候 這個老頭也沒辦法 但是她跟用人說 她一定會回來 她只要安心等就好 她得了重病之後 她就要走回來 為什麼她不肯嫁給那個愛她的人 卻到最後要回到那個 其實是把她封閉 進步在一邊的那個家 原來這個當然極度需要安全感的時候 極度的安全感就代表封閉 也代表死亡 什麼才能給人更可靠的安全感 原來死亡比自由和愛更可靠 自由就是有不確定性 死亡是個絕對的安息 所以死神常常誘惑人就是不要奮鬥 來我這裡 我給你永恆的安息 人就忍不住來了 當然沒有那個心靈自覺 創造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最後會被死亡所吸引 而這一個女性的生命 當她極度的自卑 內在是空的時候 就是一個無敵的黑洞 這種邪惡的吸引 其實把人吸引到死亡的過度 好 我舉這個電影 布妞兒也專門喜歡探討人性的這個陰暗 也探討性與欲 其實說明這個世界了 這是一個虛妄的世界 也就是一個慾望的世界 也就是一個死亡的世界 這裡就是地獄 於是我們看到恐攻 從伊拉克利比亞 敘利亞到巴黎 這是地獄嘛 可是地獄怎麼來的 地獄真的地獄再來就是人心裡頭 就是人生命 人的生活裡邊 如果你就是不知警覺的 把這根線弄清楚 橋歸橋路歸路 最後你把這個頂上去 構成這麼一個不是真的謀生活動 又是真的文化活動 就撐出一個慾望的世界 撐出了一個慾望 一個虛妄的人生 那大多數人不是都活在這個世界裡嗎 這就是現代西方文化造成全球資本主義機器 人人都向錢跟權靠攏 向情欲靠攏的時候 不就是擴大了人的慾望的胃口 這種過度的消費 過度的向外追逐 靠靠著天下界視野 那我們所看到的巴黎的這個 只是用一次的 正一個慾望世界的爆破 這個慾望世界的崩塌就是了 那如果我們沒有能夠從根源處遺慾 矯正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那像巴黎的恐共只是放輕慰愛 甚至我們台灣也不要以為 一定能夠免疫恐共不見得 只要我們跟了美國 這個說不定前一陣子網路上也有警告 甚至把台灣列為目標 我們大概看他是開玩笑的 可是真的是開玩笑 說不定台灣哪一天就犯出本土的恐共 政節已經開始了 只要有人是感覺到相對剝削 苦悶到沒有入種 其實我們台灣或者中國還好就是 這些事業的好歹有個家給回去 不至於他們一個苦悶的個人 流落到社會的角落 好歹有個家 這是中國重視家庭的一件好處 不過各位有沒有聽說 有沒有所見所聞 我覺得我身邊的人們 每一個家裡頭都有一個讓全家人頭痛的人 不吃生產 耗吃懶做 就依賴父母 哥哥姐姐 就賴在那個地方 讓全家人拿他沒辦法 真的很多個家庭都有 幾乎每個家都有一個讓全家人頭痛的人 這個是吸納了整個社會裡面那些問題 有個家可以去靠 那如果沒有 比如說美國人 向來的吸附精神都是18歲以後 就不要住在家裡 要不然去闖 當然最近全球經濟不景氣 很多人到了30歲還來家裡也有 甚至他才想要一起搬回到 爸爸媽媽家來的那個地方 當然是因為經濟不景氣 可是整個大體上來講 這個流露到社會變的個人 恐怕是比較多 台灣當然也紀念增多 很多孩子也失聯了 也不想他們跑到哪裡去 那這些也就是西方文化的這些個人主義的影響 這個我們都要密切觀察 那麼我們離的那樣的一個風暴的核心 雖然比較遠 還是要以一種悲憫關懷的心 不要覺得好像不關我們的事 其實就是息息相關 好 那我們就藉著這個 這個巴黎恐攻的世界 把我們這個日子分輿論再度的去複習一下 也許有一些更多一點的深入的詮釋 給各位參考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我們的這個原點 中文召集中